孩子已经七个半月了 又到了打医防针的时间了 上次去打医防针的时候 那个防疫站的工作人员跟我说 孩子可能这个月要打自费的了 不知道是手足口还是水痘 这个是必须要打的 这孩子现在认外婆了 天天都要外婆抱 连他妈都不要 你给我转钱干啥 你给我转钱干啥 我不要我有钱 宝宝 不用我有钱 再说打医防针能上来了多少钱 救人外婆就不要我是不是宝宝 他现在好多话听不懂 已经来到医院了 我弟跟我一起来的 孩子看到医院就特别害怕 一直在哭 我弟也抱不住他 然后今天是要打手足口的针 204一针 总共要打两针 你们那边是不是也是这个价钱 孩子现在会自己拿东西 拿着本本 把它交给医生好不好 打针了 要打针 爸爸 打针针了 好不好啊 好呀 好呀 你再笑 等一下你笑不出头 等一下你拱我 你笑不出头 我把你喊出来 我把你喊出来 我们两个是不是笑得太放肆了 十六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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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在医院观察半个钟 刚刚给孩子提前 头为45还是46 然后身高是76 体重是16斤 你说你天天吃的东西都上哪里去了 又吃凉奶 又喝奶粉 又喝米糊的 但体重就是上不去 就是瘦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回家把那两千块钱还给你的外婆 说实话 没想到我妈会给我赚两千块钱 她以为打一方针会很贵很贵 就不会自行 也许多则 那是因为他人家都卖他的